主日三分钟, 天主教教理重温, 教会的七件圣事 圣事圣的祭宪, 感恩, 纪念, 临宴, 今次我们就着重在临宴 题目是, 基督借其圣言和圣神的德能临宴 基督耶稣以不同的方式临宴, 在祂的圣言内, 在教会的祈祷中 在贫穷, 病虑, 和被囚禁的人士当中 在祂所建立的圣事之中, 在微实圣祭中, 并在圣职人员身上 但是最高峰, 是祂临宴在感恩圣事的饼酒营内 借着饼酒, 转变成为基督的体血 基督亲临在这件圣事之内, 这是教会的信仰 是基督的话和圣神的行动, 有效地促使饼酒, 转变成为基督的体血 特伦当大公会议声明, 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说过, 祂在面饼形内所奉献的 是祂自己真正的身体, 所以, 教会一直确信, 如今在这个神圣大公会议 再度于以宣布, 借着饼和酒的被促成, 饼的整个实体, 被转变成为我主基督身体的实体 酒的整个实体, 被转变成为祂补血的实体, 这种转变, 天主教会恰当地, 正确地称之为饼酒的实体转变 基督在感恩圣事中的临在, 始于祝圣饼酒的那一刻, 同时祝圣的饼酒型持续多久, 基督的临在周持续多久 基督是整个地, 完全地临在于饼和酒型之内, 而且是整个地, 完全地临在于每一份之内 所以, 白饼并不会将基督分开。 感恩圣事的敬礼 在微撒礼中的敬礼, 我们以屈塞或者是心鞠躬作为阴崇主基督的标记 在微撒以外的经历, 就包括, 极细心地保存祝圣过的棉饼 明供圣体, 让信友隆重朝拜, 举行圣体游行等等 在基督离开属于自己的人时, 愿意给予我们祂圣事性的能在, 借着在圣体圣事中的能在, 奥妙地留在我们中间 若望保禄二世主的言直书咸内指出, 耶稣在这件爱的圣事之内等待我们 我们不要认识时间, 要在朝拜圣体中与祂相遇 在充满信德的目观中与祂相遇, 以陪补世界的种种罪过 我们永远不要停止对圣体的朝拜 临在于这件圣事内的, 是基督真实的肉身和补血 圣多玛斯说, 我们不能靠感官, 而只能靠信德来理解这种临在 但是信德就要依靠天主的权威 求主在有我们能够借助天主教教理, 深入认识教会的七件圣事 并借助圣事的恩宠, 在信仰生活中活出基督徒的使命 讲传耶稣基督的爱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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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